市政會議一開始 市長柯文哲一如往常與里長握手打招呼 不過接下來要開始的 就是一連串的提案討論與解決問題 新一區武昌里的黃河村里長 就因為黎明時常抱怨施工噪音太大 希望里長能夠向市府反映 假日施工的噪音是否該嚴格規定 這個假日 他正在 大家以來要拆路的時候我去勸他 他說是不是我沒有規定我不能做啊 他這個假日 那個大方改在咬房子的時候 拆救護的時候聲音是很大的 尤其我們的警民所在區 一家人 大家上班就要休息了 家人就沒辦法休息 尤其那個大方改在咬房子 聲音是太大了 還有那個大樁 還有那個整地 那個罐子咚咚咚咚的聲音 簡直是疲勞不大 我們是最低的要求 希望假日以後 不能夠限制他不要做 但是請他假日不要 把這個大到那個盤在假日來做 台北市許多營建工程施工單位 常常考量方便性 不顧民眾感受 有時會在夜間或是假日趕工 產生噪音擾您的事件實有所聞 因此環保局和監管處對假日施工都有鳴定 在規範時間之外不得施工 不過兩處所規定的時間和罰則卻不盡相同 因為現在監管處跟環保局兩個管制時間不同 假日監管處是上午8點到12點 下午1點到6點 環保局的規定是加入上午10點到下午2點不能做 所以我們這種工程產生的噪音 事實上環保局跟台北市會有產生工程噪音 就去檢視一下 我每次都不找SOP 每個都SOP 但都沒有互相貌困 所以大家這個檢討起來是不會互相貌困的 時間一直啊 檢討一下 再把最後結果環保局 環保局當主辦單位 你找那個工程單位 大家有相關的法律都拿出來檢視一遍 這樣把它修一修 所以監管不要比較矛盾 由於里長認為這樣的法則不足以讓營建單位害怕 也希望柯市長能夠嚴加執行規範 或是限制假日會造成嚴重噪音的工程 不要再假日施工 而柯市長聽聞之後 也希望兩處能夠將規定一致 並且盡快與相關單位討論出結果 還給市民一個友善的居住品質 記者溫君採訪報導 中家有限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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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雕精歇 … 通 Cola